福音是一直把不变的事实告诉我们 不管我们今天遭遇什么事 有什么软弱的地方 福音告诉我们说 上帝永远的关心 是要建立永远的国度 要高举君王耶稣基督 然后得着他最爱最尊贵的子民 就是我们了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 最后教大太书的结论 就是上帝的关注就在教会了 为什么呢 主一切的关注喜爱 他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就是为了他的信仰 他的教会了 换句话说 教会是我们和那些为德之名 如果在家庭里 有两三个人认识主的 那个地方就是教会了 或者在工作读书那里 有信主的人聚在一起 也是教会了 所以我们得着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恩膏 圣灵的果子 最后是为了教会合而为一 使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爱里成长 这就是上帝的中心点了 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 还有很多不够的地方 觉得自己不够属灵的地方 或者还不太明白一些属灵的事 但是总是关注上帝所关注的 很想爱旁边的人 喜悦他们 祝福他们 那上帝的恩典已经在你的身上了 主绝对会赐福于你 因为你爱主的信仰 其实很多时候 我也想到自己很多不够的地方 我不能说我很属灵 也不是样样都好 都成功 我的条件也是很有限的 但因为如此 主的恩典才能在我身上显大 所以当我看到 主耶稣基督何等爱我 这样微小的生命 我的一切的好和不好的条件 自然使我成为一个 不义主教会的器皿 能够愿意爱 愿意祝福旁边的人 这就是圣灵的作为了 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看 《加拉太书》5章25到26节 那里说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从这处经文 简单的来说 圣灵的作风 最终所带来的 这是何而为一 这是爱与和睦 我们需要查验自己的信仰 最终是不是恢复这个爱呢 怎么查验呢 若我们受圣灵的引导 我们对家人或肢体的眼光 态度、行为 是处于论断无碍的 还是责备、纠正、教导他了 结果是更彼此相爱呢 如果心里还是会有嫉妒 纷争、怀恨之心 那我们需要正直地面对上帝 再次确认和认识 十字架的爱和恩典 我们的心灵就能受圣灵的引导 而结出爱的果子 然后我们再来看 六章一到二节说 弟兄们 如果有人偶然被破坏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又当自己小心 恐怕也被引用 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担 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这个经文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温柔的心 有时候我们看自己的家人或肢体软弱的地方 有时候叫我们伤心或生气 甚至吵架了 也是要用温柔的心 温柔的眼睛来看 不是论断或排斥他 为了就是要挽回他 使他回转面对上帝的爱 当然上帝是公义的 但主的大爱总要遮盖他 使他能在爱中成长 然后又说 当自己小心 小心那二者的引用 因为当我们要帮助弱者的时候 正在侍奉上帝的时候 魔鬼是更生气的 而会攻击试探我们 比如会骄傲起来 而有时会论断软弱的 或者看到人不改变就灰心 又或者是得到情欲上的试探 这是灵里面的攻击 所以我们要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 这是让主的话进来 不要尽到血气论断妥协 然后放弃 不然自己被攻击也不知道 最后我们看第三节说 人若无有 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自欺的意思就是不明白 与不承认自己正在体贴落体 其实当一个人不认识自己情欲的可怕 就会继续放纵 所以我们要认识灵界里有两种能力 一种能力就是情欲 是越来越控制人的能力 另一种能力是圣灵 使教人越来越得以自由的 当我们认识这两种能力 就像归入基督的死 尝到主复活的能力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会怎样 甚至还会受到魔鬼的试探与攻击 但我们不要灰心 乃是把指望放在基督的得胜 和天上的祝福 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自己什么都不缺 所以各位 但愿我们都恢复主的心愿 就是合而为一的圣灵 然后将所做的 是为了要得那永不朽坏的冠冕 主必会赏赐我们完备的心心 来面对我们前面的挑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